大家好 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 我是詹哥 买卖房子不靠房仲行不行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游泳粉专 你的不动产笔记本掉在这了的君远 来节目中帮我们分析一下 因为君远曾经有13年的房仲经验嘛 然后想请他帮我们分析 买卖房子到底不靠房仲行不行 欢迎君远 谢谢詹哥 这个话题你教我一下 你现在已经不是房仲了 所以你可以比较中立的说 大家也不会说 他就是房仲了 不是被民众骂 被我中介的朋友骂这样子 那你要直接告诉他的结论吗 大家结论就是 开心就好 然后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好 其实大家会讲说 房仲不就是上网POPO物件 然后带我去看看房子 你可以稍微讲一下房仲的 大概工作的范畴有哪些吗 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在开发 回报跟销售上面 那我就最简单讲就是这个工作的核心就是 有人愿意跟你买 有人愿意房子给你卖 你就在这些群人里面找出成交的机会 所以有人愿意给你卖 你要一直去开发案员嘛 你要做很多的广告去找出买房 然后带买房一间一间看 找到合适的房子 合适的价格 合适的侮辱这样子 所以方法很多耶 有些人是比如说看到同业有什么案子就去财啊 就去开发啊 那有些人专注在经营这个人脉上面啊 参加商务会议啊 或者是学生会啊什么什么的 所以方向很多 所以依照民众对于说 房仲的工作的内容不是那么了解的话 那你可以告诉大家说 有哪些事情的确是屋主或者是买房 你可以自己完成的 就是不用靠房仲 其实如果以买卖交易的这件事情来讲 我觉得全部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第一个如果成交的话 我们也是找代书 而且我们也有很多亲朋好友 大家私下成交啦 卖给邻居啊 卖给朋友啊 其实我认为没有说不可以 毕竟也是怕被骂啊 没有开玩笑 是真的都可以啊 大家那么多自受 所以我可以自己上网找到物件 比方我是买房 我自己上591 看到我喜欢的就是自己去找 假设他真的是屋主啦 对 然后就是自己去找他谈 其实我后面会讲一些 我认为 透过仲介会有一些的好处 或是可以避掉一些问题这样 但是你问我这件事情可不可以 我也不会像一些仲介 就是说 你一定要透过房仲才会怎么样 不会 我觉得都可以 只是你自己要累一点 或是你自己要辛苦一点这样子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讲 就是屋主或买房如果靠自己 你可能要付出更多 不管是时间或金钱的部分 我觉得靠自己这件事情啊 在台湾目前的不动产交易环境里面 屋主比较有多一点的主动权 如果说我不想要透过房仲 那你要有足够多屋主自己拿出来卖 我才可以不透过房仲 可是如果你从各个的售屋网 或者是各个看到刊登广告的地方 屋主自售的比例并没有到很高 房屋网上面写括号屋主自售 他到底对他有什么好处 其实大部分都是真的啦 仲介不太会去挂说我今天是屋主自售 当然有一些同业他可能就是用这种方式 然后吸引买方 打来说你好我是XX房 你怎么是XX仲介 他只是要客户的资料啊 这是因为买方对于屋主自售比较没有戒心吗 他觉得可以省钱啊 或者是买方一看 诶有仲介在卖 我当然是直接找屋主啊 有一些人的确会用这种方式 然后就跟你说啊我们秘书Key错了 我们物件太多放错 但是少数啊 那大部分自售的屋主通常都是自售 不然有可能比如说假设阿詹哥我们是朋友 我帮你卖 然后我也是写屋主自售 然后我可能就不收你什么仲介费 至少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屋主自己拿出来卖 他会用那个自售的模式这样子 刚刚提到就是说屋主自售的话 他要靠自己会要付出什么吗 我先讲成功案例好了 其实真的不少见 如果你的房子在那个区域很抢手 条件很棒 很稀有事出 甚至你要卖的价格都很有竞争力的时候 那你有时候你自己放上去 可能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就卖掉了 当然你在整个我们台湾的交易的占比来讲 一定是少数啊 只是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例子 可是屋主自己卖房子的时候 我觉得他付出最多的是时间 比如说你房子交给一家或几家仲介来卖 你一个礼拜可能有六组八组客户来看 一组看半小时 你八组就要四个小时了 然后你这个屋主你要讲一样的话 对你第一次的时候那个占力百分百 你讲到第五组 你大概你看就好没有关系 你自己信心都没了 对 看到那个买方露出 这个房间太小了吧 我自己信心都被打击了 懒得回答 对对没有关系 那你可能这花费的力气 花费的时间 就会很多这样 然后你更不要说你还要去 这八组客户怎么来 你放了一个广告 我相信很多有自受的经验 常常可能仲介打给你的电话 比客户还多 对 而且仲介要干嘛 仲介跟你这个戏剧表演 对不对 可能带一个假的买方 我有一个买方 对我有一个买方 还是一样 不是都是真的 不是都是假 真真假假 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状况 那买方呢 买方喔 其实我觉得 你如果我今天看了自受的房子 仲介可以做到什么 第一个 他可以做到这个房屋的产权调查 等一下我会讲一个很厉害的例子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仲介可以帮安排 我今天这礼拜 然后我可以从20间筛选出 我认为你比较适合的三间 或五间 然后我带你去看 然后如果你自己要联络 20个屋主 或五个屋主的话 那一样会花费很多时间精力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在谈判价格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距离 有一个模糊感会比较好 所以再加上我们买方真的 你现在台湾的交易市场来讲 你要真的找到很多屋主制售 然后符合你条件的 并没有这么多 但我们回到一个比较现实面来讲 如果说 因为很多人想要自己来 是因为他想要省钱 对 其实这个过程真的能省到很多钱吗 这就是要看命啊 对啊 就是要看命啊 真的啊 也有那种很高总价的 卖给邻居啊 因为邻居大家都认识啊 因为普遍好像高总价都是这样 对啊 你是谁 我是谁 大家都知道啊 那也有高总价 他不想要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他觉得希望有一个仲介来服务 这也很多 那有些比较抢手的社区 他可能三年五年都没有人试出 那我今天一个两房拿出来买 这个三房四房的 帮亲戚买 帮小孩买的 非常非常多 这样的例子其实蛮多的 我觉得应该反过来说 就是如果我也交给仲介的话 我认为除了多一些成交的可能性 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我的房子如果有三十一个人来看房子 有五个人出价 我有五次比较价格的机会 如果我现在一百个人来看房子 然后我可能有十个人出价 我有十次比较价格的机会 取其高嘛 取其对你有利的嘛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 那仲介一定会出的比较高吗 还真的有可能 比如说这个仲介可能 跟买方有一定的信任感啊 或他可以提供比较客观 比较及时的资讯 我觉得仲介的业遇到最 跟现实可能会有点落差 就是比如当地的仲介会对当地的资讯收集的最齐全 几户几楼刚成交多少 它会是两个月三个月之后的十价登陆 这个是你在网络上面或者是其他的人看不到的一些资讯 那或者是说可能有一户成交的很高 邻居都知道 但是他因为我们政府的关系 他并没有上市家登陆 可是邻居都知道那一户就是锚定效应了 对所以我觉得透过仲介 他的确他可以有一些资讯上面 或者是说在专业上面 甚至我们讲话术啦 沟通啦这个沟通技巧什么的 我相信都会比一般的屋主好一点点 是 当然也会有一些仲介的那个能力是跟屋主差不多 或者是比屋主还差 刚入行的 那我们刚刚讲说你刚刚一开始就有提到嘛 就是大家开心就好 或者是没有什么事情是自己不能做的 但你可以讲一下说 如果我真的不靠房仲 我可能会踩到的地雷是什么 比如在产权调查上面来讲 有一个客户啊 买卖经验很丰富 他也做了很好的工作 那很多时候都是可能透过仲介买 或自己买卖也都有一些经验这样 然后他有一次要卖一个这个新北市 很大的房子 两户打通的 他就自己卖 客户自己卖 对然后他就想说问一下仲介行情 然后就不给仲介 你们要收这仲介费太贵了吧 那我自己卖好了 然后就是比如说自己放网路啊 然后告诉管理员贴公布栏啊 一个算是蛮知名的社区 两户打通 因为仲介一开始就有跟他说 你这个大坪数客户比较少 你交给我卖比较有效率 一个礼拜之后就有客户上门 然后管理员就跟这个客户讲说 有人要看你的房子 然后你有没有跟他讲 我这是几坪很大间耶 然后有 你有没有跟他讲开价 有 还是要来看 当下看完 这个买方是很有礼貌的人哦 然后他就看完 然后说你这个房子我很喜欢 大小我也很适合 那这样子你要卖多少 他这屋主想说 哇 第一组客户就来洽谈价格了 哇 他一定觉得自己很强 对 你们这些仲介太好赚了吧 对 对不对 马上就谈了 两个人相谈甚欢 当下买方就开了一张200万的票 这就当定金啦 但他们细节怎么处理我不知道 然后屋主就 怎么那么顺利 这钱真的那么好赚吗 可是这个买方也让我自己找代书 也说要用旅保 这代书我都有合作过好几次了嘛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他200万的票耶 定金得写了 就签约了 结果签完约 钱都入旅保了 定金都进去了 隔了可能三五天 然后买方就跟这个屋主说 这个某某先生 因为我要带设计师账量 然后你可不可以借我钥匙 我三个小时结束还你 然后他就说好啊不宜有他 钥匙就借了 然后借了之后呢 钥匙也还给屋主 三天之后 这个屋主就收到纯正信函 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都想不到上面写什么 我问了好几个仲介同事 大家都想不到上面会写什么 纯正信函上面写说 某某某屋主你好 我是XX协会理事长XXX 就是这个买方 我有在几年几月跟你购买哪里哪里的房子 几楼 然后我发现你的这个房子呢 第一个二次施工 第二个阳台外推 然后第三个你是两户打通的 然后所以你有一些不该动的墙 你动掉了 对那结构计师的报告如图 买卖合约如图 然后还有我们当初的交易记录在这边 求偿五百万 屋主一听哇果然 没有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这样 屋主都想说这个阳台外推你自己就看到啦 这个我两户打通你自己也看到 我现况交屋啊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买方有备而来 就什么叫做我自己看到 我就告上法院 这个案子总共搞了两年 这两年听说那个屋主都睡不好觉 他觉得我买卖经验那么丰富 我一事一名 然后怎么可以败在这个 我就好像三省都输吧 然后还是赔了一笔钱出去 我觉得我们一个好的仲介哦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好仲介是不是帮我买便宜 或者帮我卖贵 有时候只要看命 看那个仲介命有没有帮你 或者看你自己有没有那个卖好价格 或买好价格的命 我觉得一个好的仲介应该是说 他可以帮你安全迅速 而且公平的达成所有的交易条件 甚至让你愉悦的处理这件事情 那像这个例子为例 不管是洽谈的过程啊 或者是浪费的时间啊 心神不宁啊 或是产权的这些问题啊 纠纷啊等等的 的确我觉得这可能是 智州上面可能会碰到的迪雷 对啊 他原本想说 可以很迅速很快速的处理这件事情 结果一拖拖的两年 你刚刚讲的这些 就是你有quote一个好的仲介啦 对当然啦 我觉得你去看医生也要好的医生啊 然后你去坐这个 计程车也要一个好的计程车啊 安全迅速帮你达成你的目的这样 不过我可以稍微讲一下 就是后来那个买方啊 就是我们的同事之间 就是学长他们碰到的 我们也就用一些方法去查询 他是真的很专业搞这一套 我要是早十年前知道这个方法 我还能跟你做仲介 所以他算是看乌蟑螂 看乌大师啊 那最后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刚刚一开始其实有提到 就是房仲的佣金就是最高就是6% 那通常就是卖房付4% 买房付2% 那大家到最后一定砍了吧 见仁见智耶 对不对 也有人欢喜付钱吗 真的有人欢喜感玩啊 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一开始卖房 就是我只愿意付多少 仲介你愿意接就接 你不愿意接就不愿意接 因为其实仲介费我认为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 其实我在我自己的频道都舍不得讲这个话题 为什么 因为就怕被骂 没有啦我自己有一些看法 就是我觉得我们政府的规定是有一点问题的 我们的上限是6% 6% 对只是你刚刚讲说可能卖4然后买1或买2 这是大家的习惯 对 但我们的上限 我觉得上限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 你觉得不该有上限 是吗 我认为可以讨论 对这个专家学者这么多 请他们把这个稍微讨论一下嘛 如果有上限会造成什么问题 买方卖方想省钱 那仲介会不会想要谈更多的仲介费 我为了我的薪水 你省你可能半年的薪水 我半年没成交 这一间我下去 我就是我半年的薪水 我会花更多力气来跟你谈仲介费 对 在从业人员的立场来讲 这是我的利益啊 你不能说消费者的利益是利益 从业人员他在这个工作 他也要有利益啊 所以你有一个上限的这个时候 买方都要砍仲介费 那仲介就会衍生出很多的 我们讲话术啊 或讲一些方法啦 诱导的方式啊 然后来去给你争取他的仲介服务费 对 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情绪 还有不必要的消耗 所以站在我的立场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上限这两次 是可以做一些调整的 然后再来从南到北的仲介这么多 我在大安区卖一间公寓三千万 我卖一个豪宅三亿 那可能我在其他的乡镇城市 可能一间公寓是五百 然后可能一个大楼是一千二 这个%公平吗 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这个%也造就了 我们六万多名快七万名的从业人员 大家来抢这个饼 所以大家在意的是%不是自己的本职学能 或者是不是怎么让交易变得更安全 仲介分店这么多 这是我的看法啦 对只是我觉得的确你如果问我说 可不可以坎 可不可以坎 这是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答案 我也没有办法代表全部的仲介 的确有些人就是服务费他少他愿意做 可是我觉得大家以消费者的立场来讲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服务费少是应该的 换个角度来讲 今天一个很强的案子 我要砍服务费 詹哥不砍服务费 那仲介我们出了一样的价格 我们都出两千万 那仲介会让谁买 不砍的 他的利益啊 所以他要维护他的利益啊 甚至你会觉得说 那如果我没有竞争者就可以了吗 我们其实在业界也很常碰到 服务费太少我不想做啊 我这个屋主就只给我卖 他也不急着现在要卖啊 那你这样子服务费又要跟我砍 我没有告诉你服务费的关系 我可能跟你说 屋主现在价格要更高啊 或者是屋主不想卖啦 或屋主想要等别组啊 那最后这个好坏 我觉得大家自己已经承担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 很完美的一个答案 所以我会认为 一个固定的一个服务费 会解决一些这样的一个事情 好那今天谢谢君源 到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他自己对于网友说 买卖房子不找仲介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 然后他的看法 对对对 那不论怎么样 也是希望大家在买卖房子的过程中 可以开心快乐愉快的找到自己的家 或者是赚到钱这样子 那信不信任仲介这件事情 开心就好 对对 觉得这是一个开心的过程 对对对 好谢谢君源 谢谢 拜拜 拜拜